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其中之一大家要面对的就是工作签证的问题 大家知道现在每年在美国可能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比较多 有10万来人 但是相应的H1B工作签证批准的数字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比较少的 有抽签部分 比如说在公司等等地方工作 需要抽签的H1B只有几千人 比印度要少很多 各种原因 那么其他的还有一些不需要抽签的H1B 但是也只有几千 谈出来的说从数字上可能有80%以上 中国留学生毕业以后都不一定能够拿到H1B工作签证 那么怎么办呢 还是有一些别的alternative 如果我们此前在其他的视频里面讲到 申请人也可以考虑提交EBY或者IW的申请 这样有的时候有可能可以跳过H1B的阶段 我自己以及我们律所的若干的同事都没有经过需要H1B工作签证 直接在美国毕业或者完成访问学者工作以后直接取得绿卡 那么除此以外呢 还可以大家更多考虑O1签证 我们有一些其他的视频讲到了这个O1 那么今天呢 我们跟大家再讨论一个我们最近取得的案例 O1申请批准不需要有博士学位 比如呢 这个申请人呢 他是在中国取得的本科和硕士学位 有一些发表的科研论文 不是第一作者的 然后呢 有一些引用数字呢 大概30次左右 我想这样啊 然后另外呢 做过一些审稿工作 这个审稿呢 我们知道为中国的期刊或者会议 或者其他国家的审稿也可以算 相对来说呢 这个审稿要求是比较容易满足得到批准的 那么在提交了这个O1申请以后呢 也就顺利的得到了批准 不需要有博士学位 申请人呢 也并没有在做科研这个学术研究的工作 但是呢 当然是做的是专业的工作 所以也用到了自己的专业的背景 那么这个例子呢 给大家说明呢 说大家知道现在呢 是2018年的夏天 一般呢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陆续的收到有一些申请人提交H1B申请 但是呢 抽签没有抽中 还被推荐的这样的情况 那么即使抽中了呢 还有很多现在还没有批准 因为现在呢 H1B的新的申请还不让使用Premium Processing 那么4月提交的申请很多现在还在判定 那么有的时候呢 批准以后 大家知道也10月1号才能生效 所以这方面呢 对雇主来说有一些不确定性 所以呢 雇主有的时候对于支持H1B呢 也会有疑虑 因为H1B申请呢 有的时候你提交了 雇主首先要花这个时间啊 等等这个精力及费用来准备 但是呢 不知道到底能不能选上 抽签抽到 能不能批准 这个另外呢 H1B有一个prevading wage的要求 这个呢 像比如说在大学研究机构 有可能呢 你倒是不用筹签了 但是呢 大学研究机构它如果要给你Buy H1B 对他们来说比较麻烦 还需要 必须要付prevading wage上的工资 对他们来说呢 提供这碗签证要简单得多 当然了 关于这碗签证更多的信息呢 可以参加我们其他视频 还有关于这碗豁免的信息 那么不是每一个雇主都能支持这碗 是吧 也不见得每个雇主都同意 所以呢 像我们刚才举到的例子 对于一些公司帮助办理O1的大大小小的企业 有10个人以下的 也有规模大一些的 都可以申请O1 如果我们此前其他视频讲到 如果是艺术类的 尤其是表演类的呢 可以申请O1B签证 但是呢 对于其他的很多 比如说理工科的 如果你是学计算机啊 快计啊 或者是说社会科学 或者是其他的研究 那么呢 你还是有可能申请O1的 并不是说一定要是有博士后经历 有理工科博士这个学历 像这样才能申请 是吧 我们也有更多这方面的例子 可以联系我们取得更多的信息 那么这个意义何在呢 就是说对于很多中国留学生来说 那么在毕业以后除了H1B以外 还可以Consider这个alternative 对于雇主来说呢 O1并不比H1B申请要麻烦 实际上还要简单一些 对雇员来说 O1呢 要比H1B要麻烦一点 因为你要有推荐信等等 可是你这个推荐信呢 将来还可以考虑 用在你的NIW EB1B或者EB1A的律卡申请上 所以对个人来说也是有用的 对于还没有毕业 正在上学 或者刚毕业的留学生 有的时候你还有OPT的时间 是吧 有的人有STEM OPT Extension的时间 有的人呢 比如读完了Master 还在读PhD 或者正在读书 还没有毕业 像这些人呢 那么可以考虑 在上学期间 刚刚毕业 还没有提交申请期间呢 就积极的准备条件 这个你可以考虑呢 积累这个审稿啊 可以发表一些文章 除了原创的科研文章 综述性的文章也可以 然后呢 除了刚才讲到的这期条件以外 如果你在公司担任重要职位 或者有媒体报道 或者获奖等等这些 也都可以帮助取得O1的批准 那么关于O1的各种benefit 以及其他的具体信息呢 这个我们在其他的一些视频里 也都讲到了 大家可以另外看我们的其他的视频 讲座来参考 那么我们强调 没有博士学位或者不是艺术类的 也可以取得O1工作签证的批准 用O1签证在美国工作 这样呢 从开始进入职场到取得绿卡 中间呢 就有这么一个桥梁 然后像我们此前提到的 我们也有O1的延期顺利批准的 这样呢 从毕业到绿卡 时间基本就都可以cover 好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下次见 感谢观看